他是第一輩被召喚成為周時的其中一位 所以從一個國務局分測為了知過 陳詩的國務 他未必親身遇過主耶穌的地方 他只是憑他熟悉的上一代或者一些朋友 傳遞福音的喜訊給他知道 他接收了福音 他就這樣聆聽了他的表情 相信了 就好像類似你和我一樣 當年我們還可以用例 就是經歷主耶穌的經歷 他不是同意祝福 和主耶穌一起 和老公一起去吃飯 去睡覺 去討好 他只是憑他 人家傳這個福音的語言 他聽到他接受錯 然後他被召喚做這個執事的升職 執事的升職的背景 當時是因為慢慢慢慢 所以政府當時的官員羅馬 帝國的官員 還未接受經督的信仰 而這個信仰也都傳開 不單是為猶太人 未必全部猶太人相信主耶穌基督 有部分人相信主耶穌基督 即是部分人相信了 另外的是 有些外邦人 特別是去到希臘 去到其他一些地區 土耳其 那些外邦人 他們歸意了 人多了 因為他們的信仰 人多的裡面 他們的信仰 信仰的選民 是由猶太人 以色列指民 於是 他們的文化 信仰裡面 現在有一些 不是猶太人 而歸意了的外邦人 他們都成為基督徒 慢慢人多了 而人多的裡面 他們都需要多些人來幫助 於是選了這些執事 最初這幾位執事 斯德國是其中一位 好了 這些執事做什麼呢 這些執事呢 在聖經的時候 當時所說 就是管理飲食 管理飲食 團體 團體很多人吃飯 團體有很多人 需要去處理這些事情 於是呢 就要修理這些人 好了 還有 團體也有一些 弱小的人 於是 都需要一些人去幫忙 照顧一下一些 弱小的人 一些孤兒 他們的年代都會有孤兒 我們的年代都有 寡婦 寡婦 寡婦當前的地位 就被人黑了 這些小的人 還有 特別透過聖斯德國 然後 他去宣講 基督的福音 最後 他要在會堂 跟自己的同胞 因為那些人不相信 主耶穌基督 斯德國 他讀回舊約的歷史 的信息 然後 帶出這個福音的主耶穌基督 但是那些人不相信 他跟那些人去面貌 而最後 他招致殺身之禍 他被人捉了 病死了 在他臨死的時候 他跟主耶穌基督一樣 如果你要知道了解 就是 中途大使律 這部書 是由路加所死 路加的福音 就是前半部分 第一部書 路加福音描述 耶穌 臨死的時候 在十字架上 是唯獨路加的 就是說 左、右 有兩個 盡反 一個 一個 就請笑耶穌 一個 就跟耶穌平靠 耶穌說 你放心 你今天就會和我 在浪平那裡 耶穌在仇事家上面 他會和耶穌平靠 欣賞 一切 一切 然後 他會和耶穌平靠 一切 他會和耶穌平靠 一切 那一切 那些人 人能和耶穌平靠 那些人 尤其是 他會和耶穌平靠 那些人 所以我們要介紹一個聖人,聖斯德摩 我們這個團體,這個團體,用聖斯德摩,一個聖人 去提醒我們一個執事的精神 其實你不是執事,不過你已經是執事的行為 你有份幫忙去傳福音,你有份幫忙去關心 若少的兄弟和姊妹,你已經是效化了 斯德摩的疑惑,甚至經濟的精神 在當時拖奇的教會,那個團體,他們未被接受 都算是被迫害的,不過不是斯德摩會死 在被迫害的之下,同甘共苦的之下 一個團體還來得更加大家的關係呢 是來得很緊密,大家同甘共苦的經驗 為他們更加團結、團聚 更加對彼此的關係裡的緊密 這份互動的愛心,更加不夠壓迫 他們的溝通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忘記 那時候,2000年前,他們的溝通 不像我們現在,他們的溝通的信息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回初期教會的音團體 甚至我們的聖人,全斯德摩 他們如何收入信仰裡面 都會覺得應該是真的 他們和我們合作人們的案件 我們不都會以為他們能夠做好 我們不夠為他們做好 他們的心組め 他們的心組織 那樣是否會受到他們的心組織 他們對他們的心組織 他們就會讓他們到達這個問題 而他們為他們感到達到 他的心組織 福音里面,不是福音,是圣经里面,或者我们主导圣人的这个信息之后,我们也会深入这个信息。 我说,我的经验少少分分,你们其实都有那个经验,我那个经验,经过可以刺激到大家,鼓励到大家,或者引发到大家, 一份的公平,我不知道圣神父,华神父,为什么他会引致我们的书为你们庆祝?